你又沒有辦法管制 或是嚴格要求大家不流動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是蠻好笑的 物理性的家齡 把人給送出去就沒事了嗎 然後你在造神 造神這件事情 除了陳希麥之外 剛才講到羅一鈞 羅一鈞其實是中央指揮中心的人 那我們地方官員看起來 的確 賣賣是被重點栽培的 因為可以看到有好多的新聞 包括之前就說 高雄市如果有插隊這件事 你試試看 可是你可以看到 高雄的警專生特權插隊 的確有 被夾帶 包括還在學校裡面的 警專學生200多人 也被列為施打的第一波的人 所以現在是六都裡面 他們在推賣賣 也有人說是不是要把賣賣 他有公位背景 要把它往中央再推 我覺得很好笑 人家陳希麥是講說試試看 我們就試試看 他也沒說他要怎樣 我就試給你看 所以試了成功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陳希麥有他的公位背景 我覺得民進黨一直希望造神 比如說之前把陳建仁造神 造的跟什麼一樣 但陳建仁最近因為高端的 疫苗的事情整個垮下來 陳建仁今天都還在發文 還在護航高端疫苗 還在講說有我們多少多少 然後講得完全邏輯不通的理由 然後講這個聖殿 這個聖殿騎士已經變成 真的快要被人家騎士了 所以已經不行了 所以現在民進黨就賣賣這一個 可是我覺得溫暖東 我幫你拜託好不好 我知道你文章寫得不好 但你不要寫得這麼噁心 還說他從來不喊口 陳其邁這輩子最厲害的就是喊口 他每天都在喊口 還有什麼防疫六大原則 什麼亂七八八 他每一次做攝影都在喊口 包括嘉玲都在喊口 不是嗎 這就在喊口 實際上陳其邁就是這樣一個人 那你還在那邊 還在那邊幫他去造神 造成這樣 你們不覺得很噁心嗎 實際上民進黨最厲害的這一招 就是造神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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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去年 去年一路就這樣 到最後不是 整個記者會荒誕到 還擺一對西瓜在那個地方 對不對 都已經把整個記者 還有歸零高 對 整個歸零高什麼 把整個記者會演變成一場鬧劇 不就是我們防疫組合中心嗎 民進黨的政府就只會這一招 因為他們除了宣傳什麼也不會 所以現在你知道 最近陳時中又很高興了 因為這兩天確診人數比較下降一點 他又開始 你看羅一軍也開始造神 我看接下來連後面睡覺那個 他也要把他拿出來造神 還有手藝老師也要造神 對 我覺得他每一個都會造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民進黨委會的東西 我們也不能怪他 因為其他東西他真的不會 但是我也必須說 台灣的人命還是比較重要 你們如果真的不會 拜託讓會的來好不好 是不是可以讓會的人 出來管管事 好 我們現在趕快來接 觀眾朋友的call in電話 就是新竹的羅小姐 羅小姐請說 大家好 我是想提一個意見 就是每次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都說 60歲以上不管是離病率 重症率或者死亡率都高於七成到九成 可是這一批人他們公費打那個疫苗的順序 竟然排在第九第十類 對 那當然現在有75歲以上的老人已經先開始打了 那我是想在這裡呼籲請各界幫幫忙 能不能讓我們這些60到74歲的有慢性病的病人能夠把那個順序提前 讓我們能夠有防護力 好 非常謝謝你的意見 因為朱大其實也提過 國外大概都是用年紀 用年紀來分 其實這是最公平的 歐盟都是 就越老 可是年紀越長的人 這個可能風險是越大的 我希望我們的指揮中心也聽到您的聲音 好 我們今天下一通電話就是台北的林先生 林先生請說 好 來 請直接講 直接講嗎 對 那個真心話是這樣 真心話是這樣子的 民進黨來講 陳其邁是政治明星沒有錯 硬要捧他出來 但是有沒有想到當時他父親跟陳之中他雙層在總統府 在偷國家的納稅人的錢的時候 現在他又要這個黨又要把這個人應辦到總統府去的話 好 謝謝您的意見 謝謝您的意見 我們再接下一通電話是台北的劉小姐 劉小姐請說 是 總統 我是你的國民之一 我非常尊重你 但是呢 你所做的讓我們來不及失望又失望 我只要問你去 你養能對天 府能對地嗎 對得起我們所有你的國民嗎 請你改協規正 謝謝 謝謝您 我想請問您有投給蔡總統嗎 投票 當然不可能啊 他這樣做我怎麼可能 以前有啊 以前有過 你又不會有啊 就是這樣 謝謝總統 好 謝謝您的電話 謝謝您 接下來是高雄的朱小姐 朱小姐請說 朱小姐 因為您從高雄打來我想問一下 因為高雄感覺上他的疫苗分配也比較多 是 然後現在陳其邁也被推出來 就是說他防疫好棒棒 您自己對這個評價如何 對他們的評價如何 我對於這件事情我覺得非常的不公允 那至於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我也不太了解 嗯 但是我想人民人民的心中是雪亮的 嗯 好 謝謝您的電話 再接下一通電話是台中的林小姐 林小姐請說 你好 你好 理工治國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 法律攀國台灣成為亞洲一條蟲 嗯 好 你覺得現在是這個法律治國 那理工治國 可能過去什麼 李國鼎這些人在 對 在治國的時候 你覺得是比較符合這個 對 因為那時候 至少台灣的經濟是起飛的 是好 另外我還講一句就是說 我是低階的老百姓 我想打低端的莫德納嬌聲BNT 高端的留給尊貴的高官答 謝謝 好 謝謝林小姐的意見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 剛剛講到這個民進黨造神運動 可是現在就是 我們的龍心雄也提到了 突然韋哲 韋哲 今天早上不知道怎麼 他帳號沒有切換還是小編 這個不是很這個上道 在蔡總統的端午節的梗圖下面 突然留了一個縱判清理 縱子的這種盼望的盼 縱判清理保持距離 他其實才剛剛PO沒有多久 就一大堆人上去說韋哲 你怎麼了 你講這個好多人按讚 很多人在笑他 結果他小編很快就發現了 是不是不小心寫錯字 就立刻把他刪了 刪了之後已經被我們截圖了 然後就改成縱志成成 方意必成 可是來不及了 底下一大堆的網友說 阿韋哲你還有心情過節嗎 說好的縱判清理 保持距離 是不是縱判清理 小編這個月的薪水可能不妙了 雖然刪文了已經被截圖了 來不及了 哲哲不用保持距離了嗎 不是縱判清理嗎 笑死人了再改吧 再改吧 來這個我們農介兄 今天早上這個哲哲怎麼了 是忘了切帳號還是小編調皮 黃偉哲從政基本上我們看他還算是一個 比較理性有良心的 他身為台南市長 他當然要為台南市民捍衛權益 所以包括爭取疫苗多一點 所以你都我們都 我是不是鬥之有愧對不對 可是以台南市我們也希望能更多更好 因為我們也一樣都有長輩 那韋哲他就是聽到民語聽多了 那也覺得中央最近真的做得里里里里里 所以他可能是自己人 再講給自己人聽 就小編大家自己 現在搞得真的是重判棄 結果小編以為 這就是市長的真心話就寫上去了 所以就搞得 他們內部也是這種判法 可是這只能說不能寫 小編就寫了 所以剛剛有一個就是說 我要像雙北的幹部 還有雙北的市長 還有各位北部的媒體跟朋友 謝謝就是說 不要標榜我們台南高雄做得多好 我很清楚 我不北上市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很多北漂的人 在雙北這兩個城市 造成你們城市壓力跟負擔 給你們多了很多要付出更多的人 照顧我們北漂的南部人 所以你們付出了很多社會成本 來照顧我們人 那這一次他們不回來過節 也一樣要由你們蓋瓜承受 那造成我們南部的這個疫情病例少了 那變成我們台南高 我沒有這種臉去標榜我們台南防疫做得好 龍介兄你這是一個有良心的政治人物 蔡英文臉書底下 留下重判清理保持距離的這個小編 很年輕的小女生才二十幾歲 那這個是不是平常聽到 就是龍介兄的說法是聽到 哲哲常常覺得這個蔡總統 可能不是這麼OK 所以要重判清理保持距離 讓小編寫下這段文字 是這樣嗎 龍介兄 如果黃偉澤他不會計較 他不可能去觸碰這個小編 因為你會把事情越搞越糟 因為他聽過這種話他寫 如果你今天處罰小編 小編真的爆料說 在什麼時間哪個辦公室 有聽到市長這麼講 那不是更開花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大家 就當成是個小錯 把他掩蓋過來 讓年輕人 一張照片 是不能夠 無視你 打開花了 不喜歡 得不喜歡 打開花